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啊 直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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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停 停 跑 搞 走 停 过来 跑 搞 走 我家实际多管走 实际走 走两步 停 看到了吧 哎呀,好狗,走,走两步,停 哎,真管 出去走,不来,停 好狗,再走两步,停 好狗,走两步,停 好狗,走两步,停 好狗,到了 习惯就好了,好吧 对,咱们初秋带狗嘴 咱们回来就拿掉,好吧 嗯,听懂了,走吧 走,走,走 吃鸡带个狗嘴,现在咱们初秋里玩就放心多了 走吧,出去 嗯,好舒服 给你马上挤一下 嘿嘿,你还把牙子 今天啊,咱们做一个不一样的美食 为大家一个提示,看谁能猜对 别提起来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板牙 不,你还没到这个环节 哎呦,我要别拆了,你真的是 所以今天咱们做的就是这个板牙 是朋友 推荐的,说味道和口感非常不错 至于这个味道好不好呢 我还真不知道 等一下咱们试吃一下 如果这个味道和口感好呢 我就推荐给大家 如果这个不达标 大家就当视频看一下就可以了 关键呢,它价钱还便宜 好,算包了,咱们去做啊 呃,吃原汁原味吧 蒸呀 蒸吃好不好 蒸的是 对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这配料表我看过 它是无添加的 添加的都是咱们平时做菜的一些调料 现在关键就是它的味道 等一下拿那味啊 那咱们就简单做点 把这个板牙蒸上,这炒过成太够了 好啊,欢迎收发配 那你上这,包上午去做菜了啊 包不好啊 包一点就够了 咱们为了试试它的味道好不好呢 今天咱们做个原味给它蒸了啊 直接就可以试试它的味道 哇,这是一种热压的,是不错啊 这个味道闻起来也不错啊 这个鸭子看起来肉质感也不错的啊 肉不要紧实 现在呢,咱们给它洗一下 洗一下给它砍成小块开脏 这个鸭子看起来肉质感也不错的啊 这个家砍成小块啊 你怎么补动啊 吓我一跳,原来是热的那种房板房 他睡觉了 热的 烫的那一动不动 打起来 原来还会动不动 馒头 你看 馒头 他知道他叫馒头 一叫馒头要好 知道 挺乖的 馒头 馒头 人家睡着了 你又给他拿 看起来好有食欲 往下里来热 对哦 哇 这肉 咱们蒸这个板牙 比较简单 换点姜片就可以了 其他什么都不放了 时间到 开锅 哇 好香啊 咱们把里边这个汁水 给他倒掉 上面放点蒜蓉 吃饭啦 咱们把鸭肉也放在里面 吃饭啦 哇 鸭肉 香嘛 好好好香哦 好吃吧 嗯 哇 都香了 都香是吧 我都闻到闻到了 看下这鸭肉的质感 太有食欲了 哇 真香哦 肉非常紧实 嗯 嗯 好吃 好吃好吃 这个鸭肉的肉感和口感味道 已经尝试过 刚刚地 非常的好啊 大家想吃呢 我已经把这个鸭肉放到树窗里了 自己去看一看 这个咸度呢 我吃是刚刚好 大家在制作过程中 我刚刚用水给它泡了半个小时 所以吃起来没那么咸 刚刚好啊 嗯 我给鸭头都吃了 哇 特别香 我觉得没有食欲 咱们来一个这个一整个是吧 太香了 那咱偶尔不做了 咱要快捡 乱人士都可以吃 对啊 不会做饭了 这个咱们砍完块之后 直接一整个上面放出来 一油一盒 太香了 最关键也不是什么呢 咱们一定要用清水 给它泡个半个小时 用板牙都有一点点偏偏 一泡完之后 吃起来不显得出来 味道刚刚好 这鸭子大鸡是刚好吃的 是哦 大鸡是 哇 这块 我吃了好多 你以后我跟你说 我不太醉了 今天晚上 七点直播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 不行 哦 哟 我不论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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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